陳時中 陳部長 洪委員好 洪委員好 本席昨天跟剛剛聽到很多的委員跟您質詢 其實您昨天也承認說 接下來可能打我們國產疫苗 會有國際認證的風險 對不對 對可能再打 我不知道那個時序會怎麼樣 不過事實上現在沒有辦法 那其實國際認證的風險最主要就是 保護力可能沒有辦法達到國際的標準 所以 國人大家也希望是說打疫苗要安全也要有效 這是兩個最基本的重點 不過不能說它是沒有效 可能就是說國際有一些標準的認定 不是打不到 那時候就是沒有那樣的一個方法可以對接 沒有那個方法可以對接 但其他的疫苗是有方法對接 我們國產疫苗沒有這個方法可以對接 因為其他的疫苗大家都有做到第三期 所以現在要三期陸續的報告出來 如果他用三期的報告要來做 這所謂的一個國際認證 那當然在我們台灣的疫苗 如果在國外開始做 那速度還沒跟上來 但因為我們國產 你目前剛剛有講是說 國產的疫苗沒有打算要做三期嗎 對不對 沒有打算在國內做第三期 沒有打算在國內做第三期 國內沒有辦法 好 來部長我們現在回還原 本席跟所有民眾現在最關心的還是一樣 今天六月十號了 國內目前我們拿到的疫苗 只有差不多兩百多萬劑 連捐贈的連購買的 確實對照部長您之前曾經講過的 至少集體保護力要六成到七成 要一千三百萬到一千五百萬劑 而且每一個人還要打兩劑 所以至少要三千萬劑嘛 那確實不足 我們那時候的估算都以第一劑 現在國內就好 那即使是第一劑一千五百萬劑 目前只有兩百萬劑 所以我們認為是說到目前為止 就是還沒有打有效的疫苗 本期昨天有講 並不是要破壞合約 我想部長您誤會跟扭曲我的意思 在疫苗的採購的過程當中 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重點在於是國人現在要的是 一千五百萬劑疫苗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們昨天有在問嘛 日本政府現在說他有AZ疫苗 他的存貨 不管是他存貨三千萬劑六千萬劑 還是一億兩千萬劑 日本政府現在手上有貨 我們今天你的預算報告裡面 第四次的預算四千兩百億要追加 你的報告裡面有兩百六十九億 要採購疫苗 應該是兩百三吧 那其他還有其他的 沒錯嘛 因為你大象 你沒有給我細象 你大象裡面是兩百六十九嘛 有藥物包含藥物 5月8號去年5月8號一百一十五億 今年現在要兩百六十九億 加起來三百多億的預算 其實說實在話啦 這一次的這個審查 我想藍綠已經達成共識 應該是不會阻擋了 所以我們已經有空白授權三百多億的預算給衛福部了 我們台灣不是沒有錢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就是買不到 那即便我們聽到日本政府那邊已經有貨了 部長 現在疫情三級警戒啊 有些時候喔 有些 這個 婆婆媽媽為什麼有些時候在市場 聽到新鮮的菜 都會想盡辦法說要出去一個小時趕快進去買趕快回來 就是因為想要給自己家裡人吃到新鮮好吃的菜 現在台灣最缺的不是疫苗嗎 我們聽到日本政府有貨了 我們的合約還是照走 AZ Codex Moderna合約照走 但是我們能不能拿剩餘的預算先去跟日本政府洽談 他們現在手上有的貨先賣給台灣一點 我們現在也都是在各方努力 有沒有跟日本政府努力 有的合約 那然後其他在洽購 所以走合約粉習跟我們衛福部跟我們所有國人都一樣 合約照走 但是還有其他方法 該努力要努力 部長你同意嗎 當然 當然 因為現在的疫苗重點在於是疫苗不夠是事實 我們不希望看到有一個拿疫苗比雞腿的院長 有一個什麼合約問到現在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來 什麼時候給了多少錢 也沒有辦法跟我們國人報告的部長 我們不希望看到這樣子 國人希望看到的是在疫苗採購上積極做為做所有事情的部長 部長你可以同意嗎 我當然是同意委員這樣的看法 我們應該跟國人報告的更清楚 再來 我在請教 我如果報告出來等於說阻礙我們取得疫苗 是嗎 所以本席本席就是告訴說 合約可以講的我們講 但重點是合約照走 其他該買疫苗的方法大家要盡量去買嘛 對 部長再請教 疫苗不夠是事實 但是我們更沒有辦法接受特權的施打 我先請問 那個 現在應該是行政院的顧問丁一鳴啊 您最近一次跟他開會是什麼時候 我經常跟他一起開會 都有開會 經常一起開會 是什麼時候什麼樣的情況下會一起開會 大概有時候他會在我們部裡面來跟我們請教一下相關的事情 所以他會代表院長到部裡面跟你請教事情 到防疫指揮中心 然後另外有時候在部長 那個院長經常性的召開的會議 也是防疫的重要會議 那都是在行政院在召開 那他也都會 那我請教你們所有開會的人員 現在都打過第一期疫苗了嗎 就 因為那時候是造冊的 我不知道造冊的人有沒有都來打 這我倒沒有辦法掌握 你沒有辦法掌握 但是 我沒有看到說 現在說丁一鳴顧問他可以在五月三級警戒之後 火速的被中央行政院這邊造冊去施打 這有沒有相關的特權的疑慮 因為我們在第二類還有列著中央跟地方的防疫人員 他有列在裡面嗎 那我要看看他的造冊上面 因為他有那個資格在那裡面 是 部長 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於 你看 剛剛本席 等一下也要請教財政部 六月十五現在三級警戒都還沒有解除的時候 火速就希望要開放林貴 林貴的話代表是 不特定的群眾 不特定的民眾 都會來接觸我們林貴的人員 林貴的人員沒有辦法優先施打 可是您剛剛說的 定期開會的 可以掌控他的足跡的人員 他確實可以優先施打 而且讓民眾覺得是說 哇 原來以前還沒有打 如果說像您或是院長 之前四月的時候率先施打 那個時候還沒有三級警戒 大家還沒話說 但是三級警戒一發布之後 馬上火速利用自己的位高權重去施打 國人就會有意見 不過像我們也像 只有沒有時間施打 我們很多的像譬如經濟部長 他就會隔離 那如果很多的這些隔員都被隔離了 我們整個的政事還是會受到延宕 是 所以部長 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個標準 現在中央 譬如說我們現在所有的部會首長 我不知道我也不用異議詢問 施打疫苗算是個人的意願 不用異議詢問 但是像現在所有部會列席的長官 他們算不算第一優先 您鼓不鼓勵這一些長官都先去施打 他們是列在第二優先 第二優先 所以你鼓不鼓勵 現在列席的所有長官都去施打 我們當然希望 能夠打還是要盡快的打 以我們在防疫的觀點上 好 來 部長最後 今天高端說下午有可能儀式 有重大訊息發佈 可能是要公開這個解盲的結果 但是他講是說 不是二期的完區解盲 是其中分析 那有安全性 但是卻沒有保護力的數據 我們想請教 假設 蔡英文總統曾經講過 國產疫苗打只有兩個限決條件 一個是安全一個是有效 二期做完之後 也許安全是無餘的 但是保護力是沒有這個認證的 那我請教 如果說他沒有辦法證實 你也沒有在國內要做三期的 這個實驗的話 那我們 如果說他來申請EUA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發布 發給 這個流程是怎麼樣 這要審查委員會的一個決定 是審查委員就可以決定了嗎 基本上審查委員會決定要不要給EUA 所以我請教是說 高端公司他們拿給審查委員 什麼樣的資料讓審查委員決定 二期的期末報告 他們這個裡面相關就有一定的一個程序在 是啊我知道嘛 程序在嘛 但是送來的文件 就你最喜歡講文件啊 我只要請教 高端給審查委員 什麼樣的文件讓審查委員開會 可以授權給EUA 因為現在他不做三期 所以是不是高端提供二期期末報告給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就可能判別給EUA 還是還要其他文件 他並不是說他說OK就OK了 他還是要做他一個 你剛剛又說是審查委員決定 所以又不是說OK就OK 我不是說是高端說OK就OK了 就他相關的裡面 不管是安全性的一個報告 這都是第三方的監測 然後他解盲以後 最主要是對受試者跟實驗組 所以就是提供二期的期末報告 是不是 他應該是有一個最後的報告 就二期期末報告嘛 今天他到底提出什麼報告 我們不方便去問這個事情 對不起 財政部長麻煩 有請蘇部長 時間到了喔 請掌握時間 一分鐘好不好謝謝主席 30秒 好 部長 我告訴你一句話啦 昨天有跟院長說 你們要滾動式檢討 所得稅報是不是可以再延長 很抱歉 我只講一句 你們是保汗不知惡汗機啊 你現在收了多少人的所得稅 七成嘛 有七成國人報稅了對不對 是 那代表有三成國人還沒報稅 有沒有去考慮那三成國人 可能才是真真正正 因為這次疫情影響最深 真的報不出稅來的人 那為什麼我們連 現在6月15開放零貴 到6月底只有兩個禮拜 我們連演兩個禮拜都不行嗎 7月6月28三級警戒結束之後 演兩個禮拜到7月15 這樣子都不行嗎 這三成的國人你們沒有去想過 為什麼他過去一個半月不報稅嗎 你有沒有聽到有很多國人 是他紓困領不到 結果他紓困領不到 然後結果他又沒有辦法 那個 又沒有辦法拿出這個生活的津貼 生活的費用 委員報告 我們有分期跟延期繳稅的措施 這個行政都可以申請 但重點在於是說 延長兩個禮拜都不行嗎 那我跟委員報告 你分期跟這個 是不是代表說你的作業方便 我們為滾動式檢討 滾動式檢討 就是要聽眾民怨 拜託部長 真的好好聽到民怨 兩個禮拜 民眾真的是希望不要 惡漢 好 謝謝洪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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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請鄭民眾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因為這點時間